Enjoy的时候,现在因为正处于一个四代交替 就是Eclipse跟Enjoy之间的一个衔接点 所以很多时候大概也没办法一下子把Eclipse给丢开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怎么样 像我刚刚这个测试的程式码 如果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 我是在这边加一个新建一个Java的专案 这个Eclipse版本在我云端上有放4.22的版本 不知道有没有放上 有吗 好像没有的话可以丢上去给各位参考 那Eclipse的好处是 它可以开发Java 也可以开发Enjoy 就看你怎么选 那我这边是新增一个Java专案 新增个专案之后这边有一个 假设我名称叫JavaTest 那你在到里面怎么样 按右键 在新增一个什么 类别 或者你从Eclipse网站上也可以 就是先新一个专案 然后再新增一个类别 类别名称的话我这边叫什么 叫UIL底线Test 底线Stack2 因为我分了好几个版本 然后它是一个Java 那你把那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码 其实就是这一段 从哪里Java的程式码这边有没有 从头到尾贴上去 贴完之后 你就把它直接执行 应该就可以看到什么 下面这边 总共七个码 然后底下我大概就只要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是股票的代号 一个是成交 其他的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下一阶段再说 因为初期我不建议各位一下子放太多东西 因为一下放太多东西 失败率非常高 OK 那这一套你可以当成范本 以后的话反正RUN出来了 你再去细细的品味 因为这个背后呢 看起来RUN了一下 只有三秒钟 但是背后可能RUN了三天 才写出来了 不过也没有说连续 没事的时候就想一想 突然想说下礼拜要讲这个 怎么去抓网络 然后就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范例 然后就test一下 这个不错 刚好我在VBA里面又加到雅虎股市 想说如果两边都可以相通的话 这样更棒 因为其实两边都会不冲突 那第一个可以test出来 所以我还蛮建议 如果你Java底子不够好的同样 花一点时间在Java上 就绝对值得的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主要是最难的应该是这个切割 这个Parser这个 就是怎么去切割 传进来会有一个 就是网路上抓回来的程式码 这个UIL data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就看那个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东西 那我要从原始码里面 有点像是切割出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需要做一个回圈 度回圈 最重要是这个index of 那这index of是做什么用途的 其实就是这里面最有讲的 而且我觉得Eclipse比较方便的地方是 它的说明做得还蛮好的 而且说明还是中文的 根本有没有发现 所以还蛮方便的 像index of 它跟你讲说 返还一个字串在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有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substreet 就是切割 头尾在哪里 告诉我 我帮你把你要的那个字串 切割出来给你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东西放在 array list 这个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关那个 Android Studio 也许我现在OK了 没问题了 第二个我怎么把它做出 类似像这样子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现在底色换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来是 有用了另外一个样板 可是我后来发现 算了先不要用样板 我就把样板拿掉 可是原来底色是白色的 字也是白色的 所以显示出来 就是一片白 那怎么办 只好做一件事 在不用样板的前提下 我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直接把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ctivity Man 这个应该没问题 请各位等一下 建立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名称的话 我这边是取一个叫 Online的那个stock 然后呢 里面的话第一个 我们的界面部分呢 非常简单 做哪些呢 直接在layout底下 这个layout的话 我是垂直的linear layout 就是一个layout 里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list view 就这样而已 非常单纯 OK 那不过呢 有哪个地方有变更 就是我的background 的这个颜色 那这个background颜色 怎么产生的 其实我是乱选的 因为点下去 这个是Android的 这个应该跟Equilibity 来比的话 算是最大亮点 为什么 因为以前要选颜色嘛 自己要打 可是我怎么知道 打出什么颜色是什么 现在你会发现Android Studio 就会很方便嘛 直接选一个颜色就好了 我就随便选一个 可能比较OK的颜色 好 就有一个背景颜色 所以呢 最后做出来的 这一段source 我一样有把它放在 这个云端上 所以第一个 界面部分 应该就OK了 里面的话 background OK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 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里面的话 我这边是 把那个 我这边不叫 main activity 所以特别注意 我这个叫 这个stock 就是我把那个 原来你叫main activity 所以如果你假设 贴上我的程式有问题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我这个名称 叫stock 其他应该都没变 那再来就是说 里面到底有改了哪些地方 其实基本上 这些程式嘛 都是延续刚刚java而来的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 只是说 我用的东西 是list view 和一个alern dialogue 这两个而已 所以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 多增加了两个东西的应用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list view 应该还有印象吧 所以如果你有点遗忘的话 你可以回头看 那个第七章的 那个list view 我基本上是从那个 第一个list view范例里面 抓过来 所以一个list view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需要怎么样点击其中一个 能够跳出alern dialogue 这个前面好像也有讲过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多一个从网路上抓资料 那里面的话大概有哪一些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 这两个可以拿掉 因为我本来有放那个spinner 跟button 这个后面你其实也可以加 spinner 我里面的话宣告区 主要宣告了有 因为有11列嘛 所以这边的话 会宣告11个list 这11个list 是做什么 就是要存放 我们云端市 那个Yahoo股市里面的 那个11个栏位 所以这边的话算下来 从股票代号 一直到最低 总共的话呢 会有11个栏位 所以呢 我这边就宣告了11个list 分别是colum col01 一直到11 所以以后的话 你也可以套用 反正你第一个 你先算一下 你的资料呢 在你看到的表格里面 有几个表格 几栏 我这边用栏哦 总共11栏 那我就11个 这样应该够简单的 以后可以套公式 我发现应该都没问题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 宣告一个 叫list view 叫lv01 那这边有个item index 指的就是说 它现在的比数 就是它现在是在第几个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 会宣告一个 UIL data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我刚刚讲的就是 它的原始码 我如果抓下来之后 会先放在这个UIL data里面 好 那uncreate做什么 当uncreate的时候的话 一样 去那个set content view 把那个view叫出来 然后连结的部分 我主要连结 当然最重要是这个 list view list view的话呢 是连结那个lv01 那不过 特别注意就是 上面宣告是list 底下的话 我是用arraylist 去把这个 我需要的那个空间 先给建起来 那里面的话 就是11个栏位 所以将来会有 11个栏位可以用 那不过特别至于 可能 我有同学问说 是为什么这边用arraylist 那上面的话用list 其实上面也可以 全部改arraylist 没关系 那至于list 跟arraylist的差异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找一下 书里面都讲 不过在这里 差异性太小了 主要反正就是 存放资料的清单就对了 反正资料可以放进去 为第一优先 那我们把资料 可以产生空间 然后可以放进去 再来我有两段 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什么 getUILdata 顾名思义嘛 我把刚刚下载的部分 独立在底下 就是 这个地方有getUIL 其实就是刚刚Java 做的下载 下载网路资料的动作 他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原始码 全部都get回来 那里面的话 最重要是这个 Big 5 为什么说最重要 其实呢 因为这个地方 花我最多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打UTF8 奇怪 就乱码 对 想说 以前的UTF8就搞定了 结果没想到呢 我不信邪 我想说好 那要改改什么 想说改MS950 MS950在Java里面OK 正常了 可是你知道吗 在Android里面 一直还是乱码 结果我就试了很多 我就去查 那个编码的代号 Stream到底能够放什么 什么还有ISO 什么什么一堆的 然后每个都放了 都不对 所以很生气 想说 这个范例可能 没办法往下走了 然后后来呢 我想说 好吧 那我就随便试 打个Big 5好了 我就真的打Big 5 结果跑出来 居然就正常了 我没试过小鞋 我不确定 那后来我发现 原来 因为我为什么会打Big 5 因为后来我就想了一个 是很多 这个 在哪边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原始码里面 它的那个 最上面这边 这个 Charse Big 5 看到这个 然后就想说 Charse Big 5 好吧 那我就姑且一试 一试 就好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将来 资料下来的东西 发现不行 你也不要乱改 你刚才看这里就好了 后来发现 看这里就OK了 那其他大部分网站 几乎95%以上 都是UTF8 现在很少用Big 5 那这个提供 有各位参考 这个 这个是发我最多 所以我刚刚有讲过 这个东西 那实际上它就是 因为它下来的东西 是用byte形式 有点像是那个 什么呢 有点像是摩斯代码 摩斯代码 这个代码的话 你必须要转换成 我们可以看得懂的东西 那所以必须要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字元集 字元集就有点像是摩斯代码 你要去比对 这个数字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转成Big 5 过来如果是对应的 字元集是对的 它看到的东西 就不会是乱 我们看得懂 但是你那个字元集不对 就是乱 OK 技巧就是刚刚讲的东西 这东西说真的 你即便Google再多 也没有人 我发现也没有答案 最后找到答案是 自己看一下 踹一下就OK了 所以这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把网路上的原始码 抓下来了 OK 抓下来之后的话 我就放在URL data里面 第二个做什么呢 那你刚刚那个URL data 对 它就帮你转过来了 不过放在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不是转成Big 5 而是说 它会用Big 5的字元集 去帮你转换成你要的那个字元 规则就是来源的规则 来源的这个Big 5指的是 你下载下来的这个网路上的资料 它的编码方式 来源的编码方式 指的是它那边的编码方式 那至于转过来之后呢 它会自己帮你对应 所以基本上回来东西 我在那个URL data这个字串里面看到的是 没有RAM OK 那那个立色的Big 5 对 这个是自己 这个应该意思就是说 你的网页来源是什么编码 这个你就给那个 对来源的网页 我讲就是你可以看那个 你那个网页的最上面的这边 就是原始码的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如果它是UTF8 那你那里面就有UTF8 如果它是简体的 比如说什么 大陆简体什么GB什么多少 GBK什么的 反正你就看一下它原始码 不过基本上 现在很少在用什么Big 5或GBK那些的 大部分都用UTF8了 可能有些是用UTF16 UTF32 那也许它 不过好像UTF互相也是 它是有一个 那个相容性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 再来取得资料之后 我需要抓出什么 11个栏位 刚刚只有两个栏位 我前面Java是测试用 所以我只有抓两个 那如果说我要抓11个栏位 那我必须要什么 想到那个规则 所以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那个切割的规则 那切割的规则基本上 因为我也实在是想 想不到更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 我就也是STAR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那个 我前面的 那个 肋股的代号 然后头尾 这个跟前面一样 所以先把它放在第一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第三个 不过1跟3比较特殊 2以后呢 都 一样 因为其他的都差不多 好 那我就是直接把这个 那至于 其实我花最多时间 是在这里 这个东西 这个跟这个 其实我本来以为他们长一样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长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那个 这边 这边它 这个东西的 哪里 这个地方 有没有 原来它这边有双引号 这边没有放双引号 这边有放双引号 这边没有放双引号 可是如果差一个双引号跟没有差一个双引号 比对出来的结果 就不一样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它第一个栏位里面 没有加双引号 这真的是 花最多时间在这里 不过后来比都 OK了 那没有问题 那这里面 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也需要一点点除错的技巧 因为我有设中断点 这个中断点就是你可以在旁边点一下 它会停在这边 然后你去看一下 你那个变数里面的值 对不对 或者有没有切 切出来是不是你要 你就大概知道说 你城市里面有没有bug 但是这里有时候 需要花一点失落的时间 这个东西是非常花时间的 非常花时间 坐下来可能几个小时 莫名其妙 像我昨天也莫名其妙一坐 奇怪 已经凌晨一点了 该睡觉了 对 这个很非常花 但是很好玩 好像没反应 做出来就很好玩 但是做不出来就很不好玩 可是自由 我觉得你就是要 我是把那个整个过程的结果 还有整个过程 可能重要部分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东西 我没有办法把我的体验 整个穿 我只能秀给你看而已 好 那所以呢 每一栏里面切什么 头跟尾切出来 头跟尾切 切切切切切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然后呢 切完之后的话呢 就跳离了 所以资料全部都放在哪里呢 都会放在我们有 总共会有那个 11个 11栏里面 好 第一个阶段完成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现在还没讲到就是后面 怎么样把资料再丢到那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现在资料已经在那个什么 在我们的list清单里面了 那这个每个清单都会 所以一栏就是有七个资料 一栏就有七个资料 那总共会有11栏 那这11栏我要怎么去 把它秀出来 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最方便的 你不能用自己的角度说 我觉得全部都给你 最方便 你方便他不方便嘛 对所以你要再想一个 有没有什么方式 对使用者来说的UI 是最方便的 这第一个 第一顺位是这个 第二顺位是 除了可以让它方便之外 你的写作也不会太不方便 就是不要说 你为了要写出一个效果出来 然后你要花非常多的气力 只是为了解决UI上面 要能够看到 就像我刚刚讲说点击下去 我用Erendilog 跟我用那个跳另外一页出来 其实对于user来说 可能感觉差异 对 但是问题对你写的人来说 我想那个志明应该也有 因为我发现志明也是像我这样 一坐下去可能 就没日没夜的 对不对 应该常常这样 因为我发现好像他常常那个半夜 偶尔啦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传给我 因为那时候可能我已经旧寝了 所以我可能隔天才能回你的 我发现有时候 可能踹一踹就会没日没夜的 就会没有 就是不知道说 应该时间过这么快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去实做 也是有趣 我觉得你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但是尽可能就是 一定要在你的手机上看到 你就会有那个feel 还有就是尽可能 也要让别人看到 然后去感想一下别人吧 至少就别人 原来你有做出这些东西出来 而不是说只是学学 因为如果只是单单只是说 你好像学了用不出来 感觉好像真的就看不出他厉害的点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很多时候你可以把一些事情简化 尤其是把网路上面的资料 不是全部都倒到手机里面 这个是错误的 正确是应该 先把你要的什么东西 那个重要的资料下载下来 秀出来就够了 这件事我觉得客制化就很方便 因为很多人其实每天出门在外 他一定会想要盯着某个网页去看 那可是问题 其实很不方便 没有点一下 然后如果尤其有的时候 光坐下来 你光找那个画面就找半天了 最好是可以自己就按下去就跳出来 甚至未来当然你还可以写成 当然未来 看能不能写成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是你连点都不要点 自动一段时间去帮你check 自动一段时间去帮你check 如果那个骨刺一个池出现的时候 自动跳出来告诉你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不是比较方便 可是这个当然你后面越后面越钻 你会发现 里面越有很多你需要去克服的点 不过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如果你克服之后 你会觉得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 对而且不只是成就感 可以帮你做出很多事情 你可以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去只是为了看某一页面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如何去产生 我们这个范例叫online stock online stock这个范例